刘伯承和聂荣贞,一个被称为儒帅,一个被称为扶帅,他们都出生在四川,故乡相聚并不远。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,刘帅和聂帅也有着许多交集,两人的关系更是非常好。 1953年,在南京土口站接到聂荣贞的时候,刘伯承为什么要把一个黑纱带在他的手臂上呢? 1953年初,为抗美援朝战争付出了极大心血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贞,因为透支了大量的精力, 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支撑他主持如此繁重的工作了。 得知聂荣贞的身体不好后,毛主席非常关心,当即要求聂荣贞放下手里的工作, 到杭州去疗养一段时间,然后再回来工作。 对于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,聂荣贞非常感动,便将手里的工作暂时交给了黄克成, 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,前往杭州养病了。 3月4日,聂荣贞在北京登上南下的列车,于两日后到达南京土口车站。 这时,刘伯承正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全面工作, 得知聂荣贞要来的消息后,刘伯承便放下手里的工作, 亲自到浦口车站迎接老战友。 列车进站后,聂荣贞看到刘伯承手臂上佩戴着一块黑纱, 他的心里咯噔一下,然而,想到一路上的所见, 聂荣贞马上就猜到了刘伯承手臂上戴黑纱的原因, 唯一要做的,便是确认一下他的猜测。 在交谈的过程中,刘伯承将斯大林刚刚病逝的消息, 告诉了聂荣贞,想到聂荣贞从北京来,身上一定没有准备, 悉心的刘伯承特意让人给他准备了一块黑纱。 果然,从刘伯承的话里,聂荣贞证实了自己的猜测, 斯大林病逝了。 就在聂荣贞心情悲痛的时候, 工作人员把刘伯承吩咐他准备的一块黑纱拿出来, 给聂荣贞带在了手臂上。 在交谈了一会儿后,刘伯承带着聂荣贞进入了南京城。 在南京,为了让聂荣贞有一个好的休息环境, 刘伯承特意为他找到了一个城北的招待所, 将他安排在这里。 果然,聂荣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息, 身体状况有了好转。 随后,刘伯承又特意陪同聂荣贞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, 祭奠了常年在这里的英雄们。 在这里,也有他们共同的战友, 看着熟悉的名字, 聂荣贞和刘伯承一起回忆了过去参加革命的那些烽火岁月。 1927年7月,聂荣贞跟随北伐军到达汉口, 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。 此时,刘伯承也转战来到武汉。 见面后,聂荣贞和刘伯承就当前革命的形势, 做了昼夜长谈。 不久后,两人先后前往南昌, 参与组织了南昌起义。 起义失利后,聂荣贞与刘伯承先后到达香港。 后来,聂荣贞奉命前往广州,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。 而刘伯承则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福隆之军事学院, 参加了学习。 这一别,就是三年时间。 1930年,聂荣贞在上海接到了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。 见面后,两人都非常高兴, 一起交流了三年来各自的革命历程。 1931年12月, 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, 聂荣贞和刘伯承先后撤离上海, 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,参加了工作。 后来,聂荣贞和刘伯承又一起参加了长征。 1935年1月, 在遵义会议上, 聂荣贞和刘伯承一起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, 并拥护毛主席回到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上。 1937年, 全面抗战爆发, 在抗日战场上, 聂荣贞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、政委, 刘伯承则担任了129师师长。 战场上, 聂荣贞和刘伯承相互配合, 打了不少胜仗, 得到了八路军总部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。 解放战争时期, 在党中央的安排下, 刘伯承带领大军千里越近大别山, 聂荣贞则留在华北, 开辟根据地。 新中国成立后, 聂荣贞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。 后来, 得知聂荣贞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军委正在筹备陆军大学时, 刘伯承主动给党中央写信, 请求承担这个任务。 1950年10月, 烫美元潮战争爆发, 聂荣贞开始为前线战争奔忙。 年底,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毛主席的批准, 开始了筹办南京军事学院的艰苦岁月。 1952年, 烫美元潮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, 但聂荣贞却意味操劳过度, 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。 傅连章得知聂荣贞身体不好, 前来为他做了一个检查, 考虑到聂荣贞的身体情况。 傅连章建议给聂荣贞换一个软床, 身体恢复了一些后, 聂荣贞便不顾医生劝阻, 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。 1953年, 由于聂荣贞的身体不好, 毛主席亲自批示要他到杭州休养, 这便发生了刘伯承在浦口车站迎接他, 并为他带上黑纱的事情。 在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后, 聂荣贞来到无锡, 期间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特意来到无锡, 陪着他一起参观了无锡市, 后来刘伯承又陪着聂荣贞来到上海。 在上海, 聂荣贞被陈毅市长安排在一座小洋楼里休养, 期间陈毅和夫人张倩还邀请聂荣贞到家里做客, 得知聂荣贞来到上海, 苏玉等人也前来看望, 老战友见面, 分外热情, 大家在一起畅谈了革命的友谊。 三月底, 聂荣贞离开上海, 乘火车来到了毛主席指定的休养地杭州。 聂荣贞在这里住得非常好, 身体恢复得很快,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, 聂荣贞的身体逐渐好转。 4月26日, 聂荣贞回到北京, 结束了这次休养。 在北京, 看到聂荣贞的身体已无大碍, 毛主席非常高兴, 但还是嘱咐他要注意休息。 对于毛主席的关心, 聂荣贞非常感动。 然而, 聂荣贞一回头, 便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 7月27日, 在板门店, 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。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。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不久后, 聂荣贞与朱德一起来到北戴河, 进行了疗养。 1954年11月9日, 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聂荣贞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。 由肃毅接任, 聂荣贞则专系领导军队的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等工作。 军别被授予元帅军衔。 1959年1月, 刘伯承元帅回到北京, 担任了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。 聂荣贞元帅则继续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努力。 1964年10月16日,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 后来又成功爆炸了氢弹。 刘伯承元帅知道, 这些都凝结着聂荣贞元帅的心血。 他为聂荣贞元帅领导下的国防科技事业的突破性进展, 感到由衷的高兴。 1986年10月7日, 刘伯承元帅病逝。 虽然早就知道刘伯承元帅生病卧床, 但聂荣贞元帅还是对刘伯承元帅的病逝感到震惊。 他不愿意相信相处了60多年的老战友, 会离开人世。 在巨大的悲痛之中, 聂荣贞元帅为刘伯承元帅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道文。